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七位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你知道器官出問題 後果可能比罹患癌症還可怕嗎 今天的好辣醫師團 就要來告訴你 如何抓出器官求救的訊號 三位藝人 又有哪些器官壞掉了 恭喜亮澤出新書 是 這書是 我跟我有女兒的算是親子書 我有兩個女兒 然後我們家全家都是國相新書 那個時候我在寫書 還是在想書名的時候 一直想說要有一個 比如說 但是我在想的時候 這兩次就在那邊給我打架 所以當下我就決定用這個書名 我與女兒 我與公主的尖叫時光 尖叫女色 這不是等於你們的親子書嗎 對 親子書 然後裡面寫了一些那個心路歷程 心路哀樂 對 好 謝謝亮澤 恭喜亮澤 我們其實人的皮膚 從出生就開始老化了 身體從30歲之後 一開始就開始加速老化 許多器官的功能年齡越大 衰退越快 今天要帶大家了解哪些器官 比你想像中衰退得更快 來 首先看到 心臟衰竭死亡率 比癌症還要高 我不知道大家小時候 在泡澡或者去河邊 會不會玩一個遊戲 就是把手放在水裡面這樣子 噴水 對 這是最簡單理解 心臟功能的方法 其實心臟就是在你心中 一直做這個動作 一直擠壓 它一擠壓之後 裡面的血液就會被射出去 射到所謂的主動脈 然後順著主動脈 它是一個大馬路 到全身的各個器官 為什麼大家都需要血液 因為血液裡面富含了氧氣跟養分 那各個器官都需要這些氧氣跟養分 去運作它應該做的事情 譬如說肝臟需要代謝 它就需要這些氧氣跟養分 那腦需要思考 也需要這些氧氣跟養分 也就是說 你要有便當可以吃 你才會工作 這跟人類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說你血液供應的不好 器官缺氧 器官的罷光 接著就是什麼 肝臟的衰竭 腦死等等這些 導致後續很多嚴重的問題 所以心臟其實人家講 它是一個馬達 如果它沒有再跳動的話 其他很多器官的功能都會受到限制 那什麼叫做心臟衰竭 心臟衰竭的意思就是說 心臟本身的功能出現了問題 它這個擠壓的能力出現了問題 也就是它送血的能力已經不弱以往 那這種情況下就可能會導致 各個器官的這個狀況都跟著衰退 所以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講到嚴重的問題 相信大家都對癌症這件事情 文之色變嘛 對不對 大家會覺得癌症是一個很嚴重的疾病 那大家其實沒有 可能沒有注意想過 其實心臟衰竭的嚴重性 甚至比一些癌症更嚴重 像這個我們講血癌 血癌其實死亡率也滿高的 五年大概有四成左右 但是你知道嗎 心臟衰竭的死亡率 也就是說 我們用口語的話來講 就是說今天如果醫生跟你說 你心臟有衰竭的話 其實心臟衰竭的原因很多 所以當一個病人心臟衰竭來的時候 其實心臟科醫師除了第一個 先治療他的症狀之外 第二個是要查為什麼會衰竭 有的時候是因為血管摔住 有的時候是一些感染 有的時候是一些 先天性的一些 我們講心肌炎這些等等 所以很多原因要去排除 知道原因之後才能對症下藥 但是不管他的原因是什麼 他的症狀原理上都是 三個最主要的症狀 叫做 就是說人會變得比較喘 呼吸會變得比較喘 然後腳會水腫 然後人會覺得很倦怠 很疲累 那依據他症狀的這個強弱 其實我們有分成所謂的四個等級 第一個等級 就是心臟檢查起來有問題 可是其實臨床上 你並沒有太明顯的症狀 那最嚴重的是第四級的 第四級就是說 你連平躺 完全不要做任何事情 你光是平躺在那邊 你就覺得喘得要死 然後腳就非常腫 就從輕到重 分成四個等級 所以我今天就分享一個案例 那其實是一個五十幾歲的 這算是大姐 五十幾歲大姐 然後她來的 她其實之前 三四年前 她其實就已經來過心臟科做過一些治療 那時候心臟科醫師就跟她說 你這個心臟好像有一點問題 有一點心率不整等等這些問題 所以她其實吃了幾次之後 她覺得好像自己比較改善了 她後來就沒有再回診了 最近半年之後她覺得 突然有點怪怪的 怎麼怪呢 她覺得她腳開始有點腫 而且她覺得她爬樓梯 爬不太上去 爬一爬會覺得有點喘 那當然她歸咎於她自己太胖 她覺得最近吃太多了很胖 爬得比較喘很合理 再過三個月她覺得不對 她現在連走路都會喘 不用爬樓梯 就平路這樣走就會喘 她覺得不對勁 所以她老公押著她去來醫院看 那他們第一個看的是胸腔科 就胸腔科醫師一照X光 心臟很大 而且整個肺部都是積水 我們講的肺水腫 然後一做心電圖 就是所謂的心防戰動 一個比較嚴重的心率不整 所以胸腔科醫師說 你這個不是胸腔的問題 你要去看心臟科 所以後來就轉到心臟科門診 那後來我門診就幫她 衛教之後幫她一抽血之後發現 她不只有心臟衰竭 她衰竭我們有一個指數 就是我們剛剛講 心臟的功能是一個擠壓的動作 所以我們會根據她擠壓的力道 有一個所謂的 左心室射出分率 就是說她的功能強不強 正常到50以上 代表你的收縮力是足夠的 那她做起來大概只有 10到20之間 所以比一般人大概只有 1 3到1 4 所以我就跟她講 你這心臟衰竭得很厲害 又有心率不整 後來抽血血糖也300多 那胸腔也到200多 幾乎沒有一個指數是正常的 我就跟她講說 你現在開始就要認真吃藥了 那你不吃藥的話 你會有很多很危險的事情 因為你幾乎所有危險 你只都有了 那後來 其實這個大姐 後來其實說真的 她算是蠻成功的病患 因為她後來真的就痛定死痛 她就決定規則的服用藥物 那因為她 我們剛剛有講 她幾乎什麼問題都有 所以她藥其實不少 但是她很規則服用下去之後 我半年到一年 再讓她追蹤她的心臟檢查 剛剛我們講的那個 只剩下大概10到20的 左心適合度分率 已經恢復大概50到60 已經在合格的範圍了 她後來幾乎每年都會出國 她都去一些很少人去的 什麼秘魯啊 斯里蘭卡等等 所以代表她的活動都是很OK的 所以這裡也是告訴各位 就是說心臟衰竭 當然不一定所有心臟衰竭都能夠恢復 這是實話 有一部分的心臟衰竭 你心臟一旦受傷之後 功能就是維持了 不會恢復了 但是其實有一部分是 所以一定還是要 配合醫生的指示做治療 所以很多病都不會越來越好 只是不會加速惡化 對 我們年齡長大的 不可能很多東西 會繼續增長 會盡量衰退跟早過慢 我滿贊成瓜哥講的 我們身體很多器官都沒辦法再生 所以很多器官就是你要 那像剛剛陳醫師他提到說 這個心臟衰竭的死亡率很高 有高達五成以上 那像我之前就遇過那種 比較不幸的一個案例 就是他是一個老阿公 剛剛我們提到心臟衰竭 很容易會喘啊 累啊 會腫啊 那老阿公他一開始就是 晚上睡覺會咳嗽 然後睡到半夜會覺得呼吸不順會喘 那家人就帶去看感冒科 那感冒科的醫生就說 這個就是感冒嘛 那你就給你吃藥這樣子 可是其實這個半夜會咳嗽 或者睡到半夜會喘啊 其實是代表 心臟不好的一個第一個訊號 就是肺部裡面有水 在你躺平的時候流不回去了 所以肺部有積水你在半夜咳嗽 後來看不好越來越嚴重 到最後這個老阿公變成 晚上要靠著牆壁睡覺 大概用四個枕頭 坐著才有辦法睡 那這時候家人就覺得不對了 然後後來他咳嗽咳出來的痰 都是粉紅色的那種泡沫痰 所以我剛剛講到這幾個症狀 你要坐著半夜睡覺 你會咳出的痰是粉紅色 這實際上都暗示 有很嚴重的一個心臟衰竭 那家人看到這個就很可怕 都吐好像咳血一樣 就趕快把他送急診 結果一去急診室就發現 他果然是真的是心臟衰竭很嚴重 是屬於末期的心臟衰竭 那當天就被收住院了 那講到這邊大家會想 那關我們腸胃疼什麼事 對不對 好像東西的關係 可是實際上 有時候心臟不好的人 他肝臟會受影響 他受到什麼影響 因為我們的血液很多 這個腸胃道血液 就是通過肝臟回流 然後這個跑到心臟進去 然後再循環一個全身 那當你心臟很差 就好像前面塞車 那這個血液他就會 往回回堵 那他就會堵回肝臟 這時候這個老伯伯的肝臟 肝臟就腫起來 就是腫得很大 就沖血 然後接下去血液流不回去 就發生一個事情 就是他肚子開始擠水 那個就是叫大量的附水 那我們被匯診的原因 當然就是因為他附水很多 他說問我們一下怎麼處理 那當然我們看了 知道說這個原因還是心臟 所以最後怎麼辦呢 就只好給他打強心針 然後給他用這個大量的利尿劑 來治療他 但是呢 剛剛我們前面講到說心臟衰竭 通常死亡率滿高的 所以這個老伯伯 因為他年紀很大 本身狀況並沒有很好 最後他雖然住在醫院加護病房 做這種很積極的治療 到最後還是 最後還是 他還是就離開了 對 所以這個有時候 心臟衰竭要像陳醫師說 要及早治療 不要說等到拖到最後一刻 才被醫生發現 往往就已經來不及了 今天談的大概就是說 你心臟稍微有不舒服 就趕快要注意 不要硬撐 對 因為上下樓梯很喘 不過小跑步就很喘 這可能就要注意了 那喘到已經呼吸不過了 今天就分享一個案例 就是一個69歲的男性 他平常大概有三高 大概十多年 這樣子 可是他大概都沒有習慣 按時間的服藥這樣子 最近呢 目前他就是 覺得最近走路會喘 下肢水腫 咳嗽泡沫潭這樣子 所以就跑來我們的門診求診這樣子 那時候幫他檢查發現 他就是一個 嚴重的心臟衰竭 就像剛剛陳醫師講的一樣 他這個射出分率 只剩二十幾了這樣子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一定要好好吃藥 配合三高治療 心臟科解腰尾也要吃 他說少年醫生 還有這麼嚴重 還不是癌症 還有鼻子 跟我害怕 但其實是一個病人 病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小小的一個小迷思 覺得說癌症才可怕 才會死人這樣子 但其實 三高的問題 心臟甩脹 這些你不控制的話 就跟陳醫師講的一樣 他其實五年的死亡率 甚至比絕大部分的一些 其他癌症都還來得高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他 好好的跟他 小語大意這樣子 幸好這個 阿伯他就願意吃藥這樣子 大概控制了一年之後 比較穩定之後 大概一年之後 他就不舒服了 而開始下隻水腫的船 我就幫他做 心電圖跟草陰科發現 他的心臟沒有同步收縮 什麼叫心臟沒有同步收縮 就是說 就跟拔河一樣 我們要一二三一起拉 才夠力 就是一你拉一下 二他拉一下 像這心臟點是沒有在動的一樣 所以我們一定要 讓心臟同步收縮 才有力氣這樣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幫他裝了一個 心臟再同步的一個解力器 讓心臟一起收縮 他這個症狀就改善了這樣子 可是我就跟他說 你現在已經開始用武器了 你開始藥物沒辦法控制 以前要用一些 儀器武器來翻譯治療這樣子 所以跟他說 你一定要好好運動 飲食要控制這樣子 不然再不舒服的話 就是要定期兩個月打一支 六七億萬塊的 那種長效型的強心劑 如果再不行的話 就要裝上一顆 五百萬的體面人工心臟 如果還是不行還是不舒服的話 就要換心這樣子 所以說其實這種心臟衰竭 就是早期花小錢 後期省大錢 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 其實後面可以避開 後期那些勞心勞力 又花錢的一些行為這樣子 其實癌症跟心臟疾病 都是相當致命的疾病 但是他們最大的差別是 癌症你一旦發生了 你有時間去想你的策略嗎 他不會說我現在一發 我跟你診斷癌症 你不趕快去處理 就會有什麼大問題 你甚至在醫學文獻裡面 一個月內做處理都還來得及 但是心臟就不一樣 他一旦發生的時候 尤其是很急的時候 你根本就沒有時間反應 舉例我在當住院醫師的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三十幾歲的一個年輕人 然後他開完痔瘡 然後還在跟我聊天說 這個想開這個痔瘡沒有像 一般想到不舒服 講到一半 我才一轉身 他突然聽到 蹦一聲他要躺倒在地上 那我們就開始急救啊 吸血壓這些等等 三十多歲而已 三十二三歲 那時候就開始急救 急救後來再怎麼樣都拉不回來 後來當然就很不幸是過世 可是說真的 不要說醫護人員沒辦法接受 家屬當然更不能接受 是啊 所以我們就有去做一個 解剖的這個狀況 那家屬也同意 結果發現原來他有 他不知道 那在回顧以前呢 才知道說 其實他動不動 有時候會跟家人說他 就是 但是他也沒有特別講 但是這個比較吊詭 就是說 一般我們要開刀之前 我們都會幫病人做一些 心臟的一些 很基本的檢查 可是也是沒有發現出來 對 所以在我行李生涯裡面 會造成印象怎樣生 可是現在網路很發達 那天還傳一個影片 是一個女的嘛 她講講 活生看到 對 有些 翻白眼之後倒下來 在訪問一個人那個講講 她就 就倒下去 對 直立的倒 那個人也沒救回來 對 我們怎麼能預防呢 尤其你騎車騎到一半就心心梗塞 走到路上心心梗塞 所以平常就要看你的心臟好不好 對 今天做這個主題就是說 你不要忽略心臟這個東西 對 你要去做檢查嘛 對不對 其實我們現代人喔 其實熱量都過剩 其實肥胖也是造成心臟問題 一個很大很大的原因 那舉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28歲的男性 那他身高180公分 但是他冬天的時候是來被家人拖著打 說你就那麼胖 你就來看看陳醫師嘛 然後來看我的時候 反正他的檢查呢 其實很多山高什麼的 認真講因為他年輕 所以一些高血和糖尿病 並沒有很明顯 然後他說他還可以打籃球 跟別人打籃球 所以他覺得他沒事 結果等到我第二次看到這個病人 一個是在12月左右來 第二次他兩個月來的時候呢 我是在急診室被叫去看他的 那時候他已經連走到他家裡隔壁的房間 他都會非常非常穿 其實舉一個比較簡單 謙言懂的例子就是這樣 我們人喔成年之後 我們的心臟不會隨著我們 越吃越大肢 心臟跟著變大 那比如說我們成年之後 我們的心臟是裝在一台小轎車裡面 那引擎不會有任何改變 心臟就像引擎 你把身體吃成像貨櫃車的時候 他就拖不動 所以剛剛陳醫師講到的一個新輸出指數 他那時候到急診的輸出指數 其實只有20而已 正常人要50 所以就變成 你沒看過說要開減肥刀 搞到快開急診刀這種東西 所以只好趕快拖進來 趕快先把他進加護病房 照顧他的心臟 然後想辦法把他熱量一直降低降低 一個禮拜後 趕快去幫他做這個減重的手術 隔一個月後他的新輸出 就回到差不多40 那半年追蹤就回到60 我覺得剛剛講的都是表面上 比如說肥胖 或者說老人家本來就有一些疾病 或是有症狀 我跟你講我自己 我光是我的朋友 群慾系的跟我童年的 他就在前年就過世 幾歲 就36歲 對那個時候我就想說怎麼可能 而且他是運動他比我還壯 然後像我也是很常運動的人 我們那個時候就會覺得說我們常運動 又在健身 運動員猝死常常聽到好不好 對啊 後來我自己有一次去跑馬拉松 因為我從小 真的是從小運動 大概從五歲長大都在運動 所以呢我就覺得自己很健康 但因為熬夜嘛 然後就又有人邀請去參加所謂馬拉松 算了大概15公里這樣 然後覺得應該沒問題啦 就是以我的身體健康 結果我那個時候是跑 跑到三公里多的時候 我是有一點腳軟 但是不對啊 我體力不可能這麼差 是啊 但我開始 然後有時候我們運動到一定個程度 那個胸腔會 胸腔會有一點愁痛 一點點微痛嘛 但那一次不是耶 那次我抓 我不是抓胸 我抓的是心臟 我後來才發現說 我到底心臟發生了什麼事情 後來才去檢查 他說心臟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但就是說因為長大之後 有一些生活習慣的改變 所以讓自己其實心臟根本沒有那麼 像你外在看起來這麼正比 這麼強 所以他醫生就說 叫我不要再逞強 所以我自己就發現說 我真的不能怎樣 以前說打球不熱身啦 直接睡醒就是可以跑出去 直接去運動這種 真的到這個年紀 就像游泳很多那個不做暖身 下去就可能死掉了 對 不管是抽筋或是心臟衰竭 我覺得自己真的那一次真的嚇到 暖身要 尤其現在年輕的孩子 常常拿著球到籃球場就去打了 就直接下去 也沒有垃圾沒有暖身 所以都年輕 然後最機會打完之後 來個冰啤酒 那其實是非常傷的 就是剛剛就有提到就是說 一般來講 當我們科都是生病的啦 來做檢查的 然後現在就是我們也有比較積極的 就是做 健康檢查 然後我們是還有做高階一點的 就是電腦斷層的心臟攝影 那個影片拍出來會彩色 讓你看到心臟 那個是給你們漂亮 但其實我們主要不是看 對 那我就之前就有遇到一個 就是50多歲的紳士 然後因為他是高階主管 然後就是挺有錢賺滿多錢 可是他也是想說 喔我這個身體也要健康 才能享受這些財富 他就安排健康 就全身的那種高階的健康檢查 結果他其實都沒有任何症狀喔 可是來看就已經 三條的冠狀動脈已經有兩條 就是狹窄 那還滿嚴重的狹窄 那但是因為他都還沒有症狀 我們就說 那你要趕快去找 就是心臟內科的醫師 去做治療 因為防範之後 就像剛剛講的 若說狹心症 有些一發作 那可能就無法挽回 對 所以我們就叫他去做 然後現在就定期追蹤 非常好 他也很開心 就每年都來做 然後我們也有遇到說就是 有一個年輕人 大概20多歲 然後他每次只要激烈運動 他就覺得心臟就不舒服 就會腳痛這樣子 然後他當然想說 我不會那麼年輕 就得了什麼狹心症吧 所以就 後來就去看心臟內科 然後心臟內科就是 一般來他們都會安排那個 就是導管 心導管攝影這樣子 然後去看 血管都沒有狹窄啊 然後後來就最後都找不到原因 就安排到我們科做 就是我說的3D的 那因為我們是看縱觀的 那一般來講 冠狀動脈是走在心臟外面 然後他其中有一條就是走在 心肌裡面 所以當運動 肌肉一收縮 就把那個血管擠壓到 所以他就有不舒服 然後後來就是也是 就經由心臟內科醫師跟他解釋 可能運動量啊 可能不要那麼大之類的 然後就做一些那個 生活的一些管理這樣子 對 因為我89年前做過一次嘛 因為我有一次不舒服到台大 台大就給我喝那個什麼 糖水那些做測試 看有沒有糖尿病或什麼 後來發現說 我是二間半沒有偷水 所以一般這個是比較 高瘦的你還會有 好 那你也有 我也有啊 是不是 不是亂講 所以後來我懷疑說 他整段錯誤 我去做3D協議 才發現也沒有這麼一說啊 對 因為客家人演最多嘛 二間半摩托車 高瘦模特兒最多嘛 他瘦的女生 對不對 沒錯啊 結果發現 我照鏡子看不對啊 哪說病例是不是 我是那個 我是那個 對 有時候我就想說 我是不是有焦慮症 為什麼突然那個 心臟一剝 對 會瘦起來 那種感覺 我就想美女才會有的就好 對 恐怖而言 肝衰竭 年多 蛤 多萬條人命 以前我們肝病是 國病沒錯 但是應該現在不是了吧 現在是 現在還是國病 是喔 對 現在台灣鼻細肝大約 大概鼻肝有兩百萬 那細肝大概還有八十到一百萬 對 所以還是在台灣還是算盛行去 只是說 因為我們民國76年之後 因為有全面接種鼻肝疫苗 所以在年輕一代的人 這個肝炎的比例已經下降了 可能是被 可能是被 大家被那個什麼 或對不對 肺癌超車 因為空物問題嘛 跟 大腸癌很多明星的問題 所以當然蓋過去肝的問題 對 但其實肝癌還有肝病 一直在台灣 都還是一個很重要的疾病 我舉幾個例子給大家聽 像 104年死於肝病的總人數 大概是 一萬三千人 那大概在 當年度死亡的出人數 大概是 8% 那我們對照一下 糖尿病死掉的人多少 6% 所以其實肝病造成的死亡 還是很大眾的 那我們剛剛就提到 大概肝病 一般來講在台灣 有七成是鼻肝引起的 大概有兩成是吸肝 那這些鼻膝感染患者 他假如都不治療 然後他也不知道自己有肝發炎 那大概每年平均 20%的機會 會進入這個叫肝硬化 那假如你一旦進入肝硬化 你每年就平均有5%的機會 你可能會得肝癌的 所以說這個東西 其實在現在的台灣 還是一個很重要的疾病 但是現在像吸肝已經 有藥可以吃 而且成功率很高 大概95%以上 所以說 假如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就是你有這些問題 現在的藥物的治療 已經很進步 可以先去諮詢我們 肝膽科的專科醫師 尋求積極的治療 那我這邊就分享一個說 講這個肝臟很嚴重很嚴重 死這麼多人 有沒有很慘痛 我之前遇過一個 是在我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就是相當的深刻 到現在都忘不掉 他就是28歲的男性 他本身就是一個逼肝的患者 那他是很壯 他大概就是剛剛講 那種180公分 然後100公斤的 那他平常常年都在大陸工作 他的工作是業務 所以他就要跟客戶喝酒 熬夜 應酬 然後他從來不看醫生 結果後來就是在大陸那邊 就覺得 這個最近好像酒量變差 很容易就倒了 然後很累 提不起勁 就去大陸檢查 一檢查發現他 他肝指數很高 就逼肝就緊急發作 那他也想說這個沒什麼 所以他就掉以輕心 他就在大陸的醫院就救醫 結果差不多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過去 後來他就 然後就急性肝衰竭 然後就 就從被大陸做那個SOS專機 然後送回台灣 然後 對 那我那時候為什麼會 接到這個病人 因為我那時候在內科的加護病房 當住院醫師 然後一來這個病人就是 哇 症狀很大 就超多人 什麼副院長 什麼院長 什麼阿里布達人 就是 推他 你確定要用阿里布達 現在離開了沒關係 然後那時候就一開始 還搞不清楚狀況 然後就知道 哇 這個病人很壯 然後已經肝蜂米 就插管了 就送進來 然後急救急救 然後那個 我的長官還跟我交代一大堆事情 然後接下去大概一兩個禮拜 我就不得安寧 我每天都要接非常多高層的電話 包含健保署啊 什麼哪裡的什麼處長 副處長 關心他的病情 對 我每天都一聽到電話就 處長你好 然後就趕快要報告這樣 很可憐 可是大概治療了一兩個禮拜以後 他的狀況都沒辦法好轉 而且因為他插管 後來他還肺炎 他肺炎了以後就變成 是那種呼吸系統 你就知道為什麼他離開那個醫院 對 心太常了 不是 那個人一定沒救起來 你才離開那個醫院 真的是很慘 真的是蠻慘 有沒有救起來 後來 你比較破哏 真的 不是 他先把治癒破哏 說後來我離開那家醫院 有這麼嚴重 包機都回來了 對 他後來就是我們還找 那個移植外科的主任 比如說你要評估肝移植 可是因為肝臟移植 你不能有感染症 你不能有敗血症 什麼感染症 要不然失敗 但是因為他肺炎又醫不好 結果就變成說 也沒有辦法移植 就叼在那邊 後來我們就 洗肝 就是我們有一種機器 叫 像洗腎一樣 但是 當時我那個年代 洗肝是非常昂貴的 洗一次撐三天 每次要收 十幾萬 三天要十幾萬 對一次就要十幾萬 然後他就洗了 三天十幾萬 九天 然後這樣算錢 當然錢之後就花了大概 好幾十萬這樣 但是最後我們都還是 沒有辦法撐 就是撐不住 最後都28歲 所以真的大家要很注意這個肝病 有門診很多年輕的病人 是逼肝帶原則 就是我都要花很多時間 跟他們講 你每年得肝癌的機會 就算肝指數正常也有千分之四 還是很高 要注意 有的人就覺得 我就沒怎樣 我才二十幾歲 怎麼會有問題 其實大家都誤解 這個肝病 一旦發作就是 來勢洶洶 很危險 張醫師他講說 肝如果說有問題的時候 會有什麼症狀 其實是 大家真的要注意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 我在拍片的時候 很長的一段時間 幾乎都是 到天亮才會回到家 然後可能一大早又要起來 這個他很了解 我在身邊 對可能 早上六點要起來 然後可能半夜兩點才回到家 然後你睡個兩個鐘頭 你要起來 然後每天都這樣子 後來我就發現我好像 怎麼睡都睡不飽 然後睡也睡不好 後來就發現 然後就很累 整個都處於一個很累的狀態 然後後來就去做全身健健 那時候醫生就說 我有 然後又有 然後醫生就說 脂肪肝跟乾纖維化 都會造成你 沒錯 對 所以就後來我就蠻注意的 就如何要降低自己的那個脂肪肝 我就去運動 然後我像我騎腳踏車 我游泳 爬山 然後就慢慢讓自己的身體 比較健康 然後去觀察自己的那個 脂肪肝的脂肪 會變比較少一點這樣子 沒有啦 就是重點就是 像剛剛麗菁講的 就是台灣的脂肪肝 其實現在比脂肪肝更重要 大概每三個人裡面 就有一個台灣人 他就有脂肪肝 那我們台灣脂肪肝也會引起肝病嗎 我這邊就教大家一下 哪一些啊 就是你可以自我檢測說 肝臟不太好 你可能 眼睛會泛黃 或你容易疲勞 這都是肝病 而且有眼屎 眼屎可能是 眼屎太濃厚 假如你的眼睛眼白有變黃 或者你覺得你很容易疲勞 這當然有可能是肝臟不好的前兆 那這邊還有幾個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假如你皮膚會無緣無故的搔癢 這也可能暗示你肝臟不好 因為我們肝臟是解毒的器官 你解毒能力一擦 你身體就會無緣無故過 所以皮膚搔癢也是一個早期徵兆 那有時候我們可以看看自己的手掌 我們的手掌大概應該就是 大概是一個粉紅色而已 比較不會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顏色 可是假如你看你的小指頭的這一塊 高都不會 還滿OK的 還可以 剛剛還滿好 不算太紅 不是我說我會太紅 你很紅 但是手掌紅 對啊 我們假如這個大手指這一塊 還有小拇指這一塊 這兩塊假如你非常的紅 紅紅的這我們叫 假如有這樣手掌紅斑 那表示你的肝應該代謝有問題 甚至有可能纖維化肝硬化 這時候就要趕快去看醫生 那最後的話假如有時候洗澡的話 照個鏡子看看你的胸口 有沒有一些小小的紅點 小小的紅點 然後像蜘蛛網一樣 它是中間有一個紅紅 然後外面放射性的這樣發散 那個叫蜘蛛痣 假如你身上有這些斑點紅點也不對 也表示你肝不好 所以這些東西就是我們日常生活 看看眼睛看看手 看看自己的胸口 就可以做自我檢測 看看有沒有肝病的發生 但是通常有症狀出來的 其實已經病況不太好了 來不及了 不會來不及 就是病況不太好了 因為肝是沈默器官 有時候它有一些狀況 你根本都不知道 很難發現 一般就在全世界來講 其實因肝病 尤其是肝來死亡 還是在前五大死因裡面 那我現在分享的案例就是 有一個35歲的那個年輕人男性 然後她的岳母是我的病人 那就是她就覺得說奇怪 她的女婿本來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綜藝 怎麼越看每天越來越瘦 然後肚子越來越大 然後感覺她精神很不好 她也不菸不久 那結果就是請她來我們門診 做一個檢查 結果一檢查就是 然後原因就是因為她其實 早就知道自己B肝帶緣 可是她因為算是工廠的主管 然後又還蠻認真 所以有時候陪著裡面的人員 一起在那邊熬夜幹嘛的 所以整個等她已經發現的時候 就已經是一個病 一個算B型肝炎引爆的 這一個肝硬化的末期的現象 根本就算你吃一些B肝的藥物 貝勒科那些是沒有辦法 所以她就只能在那邊等待患肝 分享一個我在腸外科 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那時候遇到一個50幾歲 他是B型肝炎代理 和病恐怖性肝炎的一個患者 來到其實來到住院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報告她 發現說她其實神色滋落 還可以談笑風生 還在那邊走來走去的這樣子 可是那時候抽血的報告指數說 她的肝指數都已經破千了這樣子 而且黃膽指數也都很高 黃膽到7啊8這樣子 可是人她並沒有什麼不舒服 是稍微覺得累了一點點 所以就問我說 那我禮拜五可不可以出院 因為禮拜六我和女兒結婚 想要參加婚禮這樣子 我說那個當然要看情況而定 如果一切都很順利的話 也是可以這樣子 可是到禮拜三下午的時候呢 她說整個人都婚禮掉了 婚禮不行 因為她是產生那個肝衰竭的現象 所以就被我們插管 進入了那顆的交互病房 做一個觀察跟治療 可是到禮拜四的時候呢 她那些肝衰竭的 所有的併發症都跑出來了 然後一個總共到大輸血 跟一個不病肺炎都有可能 所以其實肝發炎變成說 我們都只能撐大概一兩個禮拜 讓她那個發炎可不可以自己緩解 一兩個禮拜後有的就自己緩解了 可是有的就沒辦法緩解這樣子 所以這一兩個禮拜是最關鍵的時期 那時候我們就給她一些 拼命的支持啊 抗生素啊 書學啊 等等強行期都上了 可是她到禮拜五早上的時候 還是就離開我們這樣子 所以說其實 這種猛暴性肝炎的死亡率 其實很高啊 譬如比癌症啊 他們都來自兇兇啊 她其實在 猛暴性肝炎的第一期跟第二期 她說還沒有乾昏迷 就是還沒有人陷入昏迷的時候 大概死亡率是三分之一 可是假設你有合併一個 昏迷的時候 大概只剩下五分之四 就死亡率都高達五分之四 猛暴性肝炎是怎麼造成的 有很多人其實熬夜六七天不睡 所以她也未必是肝會猛暴的 對不對 可是有人突然她就是猛暴性肝炎 它這個東西跟幾個有關 第一個就是剛剛講 你本身體質 你到底有沒有病毒肝 就是你有沒有鼻肝吸肝 這是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你有沒有 很多台灣的猛暴性肝炎是屬於 就是吃一些電台藥啊 什麼草藥啊 什麼藥什麼藥 要自己去刪挖的藥一大堆 對 這很常見 對 我們要讓觀眾知道 你猛暴性肝炎怎麼來的 因為醫師又曾經講過 你熬夜七天七夜 也未必是肝會出問題 但是有的人可能 不會咖啡一天 就爆銷了 有時候蠻好奇的 到底是為什麼會突然間就衝出來 雖然醫師講啊 可能有遺傳基因的 遺傳基因啊 還有吃亂吃藥物 也亂吃藥物啊 這都蠻常見 或者是碰毒品嘛對不對 當然這個是很有可能 台灣還有一個 新興的非常容易發生肝炎的 還是回到肥胖這一點 因為剛才講的 如果說你的體重過重肥胖的時候 你也會造成這個 脂肪肝 然後脂肪肝之後 下一步就是 非酒精性的一個 脂肪性的一個肝炎 可是這兩個我都有怎麼辦 就減重就好了 不是 因為 我本來想問一個問題說 其實我差不多 每隔一年兩年都會做生理檢查 是 可是永遠這個肝的指數 都是出現紅字的 都不是正常 但是一點點的 什麼酒精性肝炎 脂肪肝 這樣會不會久了會變肝癌這些 還是會肝炎 還是會 因為現在我剛才提西方 我幫你放下 沒有 因為西方它造成肝癌最大的 還是這個非酒精性的肝炎 那他們就是因為肥胖引起 補充一個案例 就是一個120公斤的一個 幼兒園的老師 一來我們門診檢查 一抽血那個GOT GPT 大家都知道正常大概三十五 他一抽就是一千多 因為他是沒有VC肝 他也沒有熬夜什麼生活很正常 良家婦女這樣 但是問題就是說 他的因為他的始終過重 造成他重度的脂肪肝 然後變成這樣子 那當他的體重降下來之後 不管你用內科 或者是你用手術去把它減重下來之後 他的這個GOT GPT就會跟著下來 像我們國務院最近就有做一個很 就是發表出來的一個調查 就是說他們直接大膽預言說 脂肪肝也會是我們國人 未來十年成為肝癌的這個 最大危險原因 不要再說 不要再說 不要再吃這種 因為以前都覺得脂肪肝沒關係 不會怎麼樣 不是沒關係 現在就是直接有證據 對 脂肪肝是唯一沒有辦法 你靠藥物去吃 你知道嗎 那你只有一直 我聽他們講 以前台智美的過 過子前他們說 每天要跑五公里或什麼 因為他們有脂肪肝 可是你跑完 就長期固定這樣跑 脂肪肝會消失 對 真的 來 嚇死人 九層病患不自知 全台有兩百萬慢性腎臟病 拉近 以前講腎臟都是洪詠症 今天我帶你 帶你 其實瓜哥選那個手版上面是說 台灣有兩百萬的腎臟病患 它其實不止 大概是 已經接近了三百萬了 你就說知道了還是不止 因為我四捨五入 我不知道 那因為其實 在台灣的話 慢性腎病的腎行率大概是12% 那台灣現在是兩千三百多萬了 所以其實算出來 已經接近是兩百八十萬了 但是其實恐怖的地方是在於 這些腎臟病的病患 每十個人裡面 只有一個人知道自己有腎臟病 那一個人是怎麼知道自己有腎臟病呢 哪一天水腫了 不行的傳起來了 到醫院才發現 你已經是摸起來了 以前來不及的 我們早期處理了 那我們很多可以早期發現 腎臟病的 其實那些病人常常都是 他們有糖尿病 有高血壓 然後被別科的醫師 在篩檢的時候先檢驗出來 它腎臟已經出問題了 我們才有辦法提早介入處理 那其實如果真的已經進入 我們台灣透析的病人 已經在洗身的病人 現在已經接近 這是越來越多了 八萬個人 然後一年 這八萬個人裡面 有八千個人 所以你每次看到 所以我們還留在大醫院裡面 我們為了不要讓病人洗身 你就呼吸一下 你要聖誕科醫師為什麼 穿著 所以其實台灣有八萬個洗身病 其實成長的速度 是一直在增加 不過這成長速度 也跟我們其實照顧得好 是有關係啦 這些病人雖然進入洗身 我們還是努力地讓它好好活著 那雖然我們努力地讓它好好活著 但是其實這些病人的 他們的死亡率還是很高的 他們大概我們五年 然後大概只能留 五成到六成的病人下來 可是全世界都知道 我們台灣洗身成功率有名的 對 所以我們是超英感美的 很厲害的 我們講的五成是美國 在台灣我們是接近六成 對 所以其實我們是 贏過美國很多的 而且包括我們透析病人的生活品質 事實上都是贏過歐美人 那其實真的是我們的健保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德政 但是其實我們最大的目標就是 不要讓病人進入到透析這個階段 早期診斷 早期治療 而且通常就是家族裡面 有人有腎臟病的話 這些家族裡面 其他的親戚要得到腎臟病的機會 也是比較高的 我之前就碰到一個家族 這真的很發展 就是那個爸爸媽媽 已經六十幾歲了 然後前面的兩個哥哥 已經四十幾歲了 全部都在洗腎 就第五個沒有洗腎是那個妹妹 妹妹剛好是我們醫院護理師的朋友 他趕快就把他 他就發現他 趕快把他拖過來醫院幫他治療 這個才勉強跟他救回來的 救回來是唯一沒有不用洗腎的 但他們其實後來我就發現 他們家有五個人 通通都是糖尿病 其實他們家是有那種 因為第二型的糖尿病 似乎有家族相關性 在家他們成長的過程 背景相似 飲食也相似 然後他們又是屬於那種 射精的能力又比較低的 所以其實他們都常常吃 有時候是一些身材身分 三餐不正常 然後飲食有什麼就吃什麼 也沒有什麼節制 所以其實我們控制腎臟病的話 除了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之外 你的飲食控 生活飲食控制就佔了一半以上了 另外一半才是醫師的藥物的治療 對 所以其實從我們醫師這邊講 我相信腎臟科醫師會 非常非常無奈的就是這樣一群人 就是說他的飲食控制很不好 因為我們的腎臟病 其實他是一個很慢性的狀態 所以跟你的平常的日常飲食的習慣也好 或是你的控制的情況 都會跟你的病況有直接的相關 我分享一個案例 有一個醫師跟我講的 他就是說他曾經照顧一個伯伯 大概70歲了 然後這伯伯是非常固執的一個人 他知道自己腎臟不好 可是他也不轉去 他幫他轉回這個腎臟科 他也不一樣 他就堅持要在佳醫科這邊看 持續的追蹤 那他也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太嚴重的問題 可是事實上當時他在佳醫科門診的時候 他的腎功能已經只有40了 那醫師一直苦口婆心跟他說 你要改變你的飲食 你要怎麼樣吃怎麼調這樣要配合 結果伯伯就說我都是自己煮 然後自己煮應該是最安全了吧 可是他事實上他吃的都是重油重鹹 就是他喜歡吃的重口味的 然後出去外面外食的時候 他就說朋友聚餐這個不吃那個不吃 我沒有辦法 我覺得這樣很不好意思 對 那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的腎功能從40變30 後來變20 然後有一天他回到門診的時候 整個人虛脫到一個不行 講話都講不出來 然後全身水腫 然後肺也水腫 醫生一側果然急性的腎臟那個 對 有狀況 他一側他就已經掉到個位數了 趕快幫他 所以這個案例就告訴我們就是說 其實我們腎臟病人來講 他的飲食控制是非常重要 你飲食控制的好不好 但是就偏偏 其實這個飲食控制又非常的 有很多的原則 然後有很多的一般民眾不容易去調整的地方 除非你去找一個營養師幫民配啊 對 那因為營養師都會做衛教 但是你不一定了解 比方說 腎臟病人跟他的蛋白質摄取量 就很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你知道什麼叫蛋白質 我們吃的食物裡面也是混搭性的 你也很難去掌握他的份量 所以現在我們其實呢 在國家來講 就是衛福部他們也會有核准一些 專門用的這些腎臟病人吃的營養品 營養補充品 它是幫助你 比方說你沒辦法自己準備的時候 或者是說你要 那你偶爾你需要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樣它 調配好的配方去控制它 那進哪裡買 有一些在醫院 甚至醫師就會直接跟你做推薦 所以你說我去買午餐 我去醫院買午餐這樣 或是說藥局 對 這些其實在一些通路師都可以買得到 那會建議民眾就是說 有這個醫學實證的一些國際大廠 也比較好一些 那你長期在做這樣搭配的時候 你的病況就會控制得比較好 而且它熱量大概是 一小碗的牛肉細粉這樣子 我覺得這滿好的 因為一般有一個人 就煮起來又不知道怎麼煮 吃又不知道怎麼吃 兩個人小家庭 煮起來菜又太多 那你就不如去 那我們去醫院吃住補餐好了 對 而且你知道那個 像他們這種配方還會有分 還沒洗腎跟洗腎後的 它的配方的一些配比是不同的 比方說還沒洗腎的病人 你可能要吃的是 比較低蛋白質的東西 那洗腎後的病人 又是另外一種比較高蛋白的 所以這個其實在配合上 你一般民眾要吃 其實真的是滿困難 是 那常常就是比較可惜 就是說如果你飲食控制得不好 你的病況慢慢步入到洗腎 或像我們剛剛講那個 那個伯伯的例子 它一旦變成說 要急性的這個狀況的話 其實都是不好控制 是 而且有時候家裡 如果媽媽年紀大了還做菜 她根本的味覺 試了兩三次她就覺得 不夠鹹 妳在吃就已經很鹹了 而且我們老人家 也有很多長輩 除了腎臟有問題 他還有糖尿病 還有高血壓 這些其實都有不同的 這個營養控管 老人家如果沒人照顧很快 對啊 沒錯 的確我們腎臟疾病的話 常常都會遇得到 腎臟的疾病會分兩大類 一個是真的腎臟本身的先天的疾病 或腎臟本身的 都會直接找到我們的腎臟科那邊 去照顧 比如說多男性腎的一個問題 有另外一種的話 比如說糖尿病 或其他疾病導致後來的一些 腎臟的一個問題 可能會在其他科會出現 我真的是有一個 才昨天晚上門前看到 才70多歲的一個奶奶 她是糖尿病 所以我就點到她的紀錄 她在我們的紀錄裡面 沒有紅字 控制得非常好 就是說你控制得非常好沒有錯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一點 腎臟的過濾率 我們一般來講要60以上 她只有 我就說你糖尿病 其實腎臟已經出了問題 你知道嗎 她說 沒有 我不曉得 我只知道我有糖尿病 可是現在我至少不打胰島素了 我控制得很好 那我說 你怎麼控制好不用打胰島 她說 基本上她女兒就說 她只沒有在吃東西 然後我說不吃不行 你這樣子這麼累 又這樣子腎功能又異常 這樣不對的 你一定要吃 她就說 一 我牙口不好 我沒辦法吃 你叫我吃蛋白質 叫我吃肉 我咬不動 我沒辦法吃 第二 我一個人在家裡面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煮 然後第三 我根本就不懂 什麼叫做零太多 我不能吃 什麼甲離子過高的東西 我不能吃 然後這種水果 因為甲也太高 我也不能吃 我搞不懂 我根本不知道怎麼做 我乾脆就不要 因為這樣子亂吃之後 讓我的指數變高 我就說這次 的確常常會在病人 這邊會聽到 我會說 營養要顧到的話 豆 蛋 魚都可以吃 所以可以請家人 這部分可以幫你先準備好 但是如果你要補充 像我們那個 記者這邊講的 這些國家核准的飲料 也是一個可以的補充 它都已經是算好的 甚至它標籤上面 都寫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你會知道說 我今天如果 營養攝取真的是不夠 有缺 缺在哪裡 大多數都是蛋白質為優先 洗腎前的話是比較少 大概每個體重乘以0.6到0.8 但洗腎的人 可能蛋白質要再高一點 每個體重 再乘以1.2左右的一個蛋白質 如果你不行的話 甚至有洗腎前的配方 跟洗腎後的配方 在這樣子你就可以做選擇 那我也跟他的女兒講說 你甚至就買一箱放在家裡面 今天應該要喝一罐 或兩罐你就回來 就看看他有沒有喝掉 但這樣子就知道說 營養至少有沒有攝取到 然後他不足的地方 你再幫他準備 然後這樣子的情況 你這樣子就可以 讓你媽媽的營養可以顧得到 不然他根本沒有體力 去抵抗他的身上 所會出現的一些疾病 或者未來產生的感染的問題 根本也沒有勉力力去抵抗 尤其老人家常常忘東忘西的 你現在講完他還是記不清楚 到底我哪裡能吃 哪個水果還假 那其實滿複雜的 我們家有老人家 我們都要做筆記 碰到那個水果這個不能吃 除非你有這麼細心照顧 有些身體器官的衰竭 比你想像中的還要嚴重 平時就應該要養盡良好的生活習慣 均衡飲食及運動 定期的健檢 才能夠預防各種疾病的產生 謝謝大家 肝臟是人體解毒的關鍵器官 要維持肝臟正常的解毒機能 補充肝臟解毒所需的 必須營養素就顯得非常重要 今天我為大家介紹一款 肝臟解毒的明星級食品 就是大蒜 大蒜富含豐富的維他命 維他命B1 B6 C1多種硫化物 還有鈣磷鐵甲新增電解質 其中硫化餅C 具有優異的抗氧化功能 可以提升維他命B1的吸收 降低腸道維生物的數量 促進排便還可以舒張末梢血管 提醒您 平常想要有效提升肝臟的解毒功能 平常多吃一點大蒜 就可以腸飽安康喔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